好 今天我們的世界不一樣 就帶大家來看 真的是不一樣的中華隊 這回的世界12強棒球賽 中華隊其實今年 原本是在不被看好的情況下 變成了頒倒世界排名第一的 日本隊奪得冠軍 真的是振奮全台灣 我們就繼續來看 今天下午的棒球英雄 台灣雄用的這場大遊行 球迷5萬人擠爆現場 熱情合唱應援曲 有不少資深棒球迷 感動到流眼淚 因為這30多年來 眼看著中華職棒歷經新衰 終於等到這一刻 全場高唱超洗腦應援曲 管前路英雄鼓撒下勝利指花 一起來 台灣雄用大遊行情緒沸騰氣氛來到最嗨 拉拉隊打頭陣 總教練曾豪居 教練高職剛緊跟 接著隊長陳傑憲 捕手林家鎮出場 掀起第一波高潮 台下球迷揮舞旗幟 整條路上擠到水洩不通 台灣英雄凱旋歸來 球迷的興奮感動 全寫在臉上 資深球迷彭之軒自制海豹 情緒好激動 因為他等這一刻已經等好久了 今年42歲 從職棒元年開始看 中間當然有斷掉幾年 讓球迷有點失望的那幾年 但是我覺得棒球是我們的國球 就是它總是能讓 攔起我們民眾的熱情 就是義無反顧的繼續支持下去 然後從1992年的 最接近的一次 奧運銀牌那一次 到現在老實說我都已經忘記過了多久了 然後現在32年之後 老實說真的沒有想到可以拿到冠軍 他們默默地在努力 默默地在進步 就是我們 就是都沒有發現 其實台灣已經踏上世界的頂峰了 台灣職棒經歷輝煌與低谷的交錯 90年代初期吸引大量球迷 1996年 觀眾人數達到巔峰 之後因為牽毒醜聞 台灣棒球陷入低迷 支持快20年了 從假球的時候 我看過統一師隊中信金的比賽 整場新莊棒球場可能沒有100個球迷 統一三連霸的那一天 我在台南棒球場 拋完彩帶 很開心 隔天睡覺起來發現 整隊幾乎 兄弟像整隊都被抓 幾乎快被抓光了 那時候真的非常低谷啊 甚至會覺得沒有信心 覺得好像看不到 復甦的那一天 但後來一直有到 Lan New的劉寶宥總市長 那到Lamigo 整個把台灣的棒球 帶向新的一個境界 非常感動 真的會想哭啊 真的會想哭 亞連奧運嘛 那時候很熱血 然後就開始看棒球 那中間還有最興奮的時候 就是2013年那一次 差點贏日本 就差那麼一球 非常的慣喜 那這次居然可以打金牌 台灣棒球的心路歷程 球迷親身參與 世界12強棒球賽 開打前甚至一度不被看好 能踏上冠軍賽舞台 年輕小將令人刮目相看 就是每一球都超緊張的在看 就壓力很大的一直看 然後我們先得分的時候是 老實說真的不敢相信的 因為日本真的是 全世界公認最強的一座高山 這次的起訴跟以往 真的不太一樣 以前我們看到的中華隊就是 上去可能就是一直在猜 猜對方要投什麼 但是這次好像 好像是針對了每個投手 每個國家的選手 不管是打者還是投手 都知道他的弱點在哪邊 優勢又在哪邊 所以我們這次 我覺得贏在勤手 中華職棒經過十年蛻變 練成現在的台式棒球文化 就連南韓教頭都說 台灣棒球真的不一樣了 你可以贏古巴 你可以贏韓國 你可以贏美國 你可以贏日本 大家都三十幾年來沒有做到的事情 大家都做到了 因為今年其實 進場人數的突破 真的是一年來的新高 那當然就是有很多因素 第一個就是 整個中華職棒的實力有提升 那棒球本身更好看的 可能就是比較日式的 那個應援方式 或是日式的一些行銷方式 那也刺激了整個中華職棒 其實各個球團在行銷方面 這幾年來就是一直在做 然後我覺得是在今年 也是一樣就是開花結果 歷經興衰 台灣棒球再次崛起 迎來高光時刻 TVB的新聞李恩智 往後與台北採訪報導 世界第一的日本丟掉了金牌 各界也持續檢討原因 日本強導木壽物 接受體育雜誌的訪問 台言日本隊無法有效的展開攻勢 加上台灣隊守備幾乎是零疏漏 他在場邊就是越看越不妙 不過日本現在把目標 移往了2026年3月的經典賽 不排除徵召更多大聯盟的選手 要衝突冠軍 常常打線火燙 依次又依次得分 連續27場勝利入袋 但是日本武士隊 碾壓各國的強勁氣勢 高了對台灣的冠軍賽 卻完全熄火 對台灣的投手群徹底壓制 日本全場只繳出四直安打 這讓對美國有狂冠七打點的 小圓海斗直呼 好不甘心 嘴上說不甘心 但是在賽前 他有和台灣隊長陳潔憲 交換球棒 賽後還發文稱讚陳潔憲太厲害了 另外被指出在場上 hold不住的獨賣巨人王牌互相祥爭也發生 認為自己並非失頭 但是被轟出牆就無話可說 這場比賽事後 日本媒體難免反省檢討 體育雜誌Number 訪問了日本隊的首席教練金子成 以及強打穆秀物 穆秀物表示 對上台灣的時候沒有辦法組織有效攻勢 而且台灣的手臂幾乎是零疏漏 在場邊看到的時候 內心就越看越覺得不妙 而首席教練金子成則表示 即便是準確預測到了台灣的投手順序 也做了大量勤搜 包含對曾經旅日的張毅和陳冠宇 都有充分了解 但就是無法突破 總教練景端紅河 一句話扛下了所有敗戰責任 他可以小一點換 他後面中繼就很投手 還有好幾位可用之兵 我不曉得為什麼 互相相稱一定有問題 所以說你就一定要有一個腳本劇本就換 除了被訂的滿頭包的太晚換頭之外 就連大聯盟的官網記者 克萊爾 麥克爾克爾都撰文質疑 為何強打者木秀物 只能夠被固定排在第六棒 最後眼睜睜看著前一棒打者 被雙殺出局 Game Over 還有在十二強賽事 日本幾乎都維持著相同的棒次 沒有及時調整 也被怪罪是祝鷹 雖然緊端教頭賽前喊話這是沒有明天的比賽 但是日本媒體李安瑟報道 他也有難處 就是在比賽中後段的投手調度 會受限於母隊的限制 先發也沒有如預期可以撐滿六局增加挑戰 而日本的入口網站 Yahoo Japan的賽後民調更是殘酷 問網友對日本輸給台灣後 失掉冠軍 整體表現的滿意度是如何 結果最多人投的滿意度是零 佔了百分之三十 其次是百分之百滿意的 又佔了百分之二十一點八 這也顯示了網友的看法相當兩極 只不過日本隊馬上就將目標轉往2026年3月的經典賽 到時候不排除徵招更多在大聯盟效力的日本好手 包含大谷翔平也有可能要來力拼血吃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好 接著其他的國際焦點先帶您來關注 烏克蘭再度使用美國長程飛彈越境攻擊 而這次攻打的是庫斯克的軍機場 無人機也同步的展開進攻 不過俄羅斯現在除了有北韓的兵力彈藥助陣之外 傳出夜門胡塞組織也以傭兵的方式參戰 而且已經派赴烏克蘭前線 還沒弄清楚狀況 馬上又來一擊 一陣白光之後 超強震動力 俄羅斯人親身經歷 烏克蘭使用美國援助的長程飛彈 跨境打入庫斯克機場 爆炸聲 警報聲響不停 烏克蘭利用飛彈與無人機接連夜襲 但是庫斯克當地政府稱 摧毀7枚烏克蘭飛彈跟7架無人機 烏克蘭人口聪明的第二大城哈爾科夫 則遭到二軍轟炸 造成當地至少23人受傷 不只哈爾科夫 還有南方的黑海港口城市奧德萨 民宅區也被炸成廢墟 甚至首都基辅也難逃被空襲 CNN報導 情勢升溫的征兆 還包含普京明確指示大量增產臨時避難所 德國防長評估 俄羅斯現在的武器產量是歐盟的四倍 尤其上週還首度發射新型飛彈 敵軍炮彈就在眼前 武軍士兵依舊冷靜 抬著受傷的同袍想辦法撤離 歐軍正艱困又絕望的抵抗 最新傳出 俄羅斯除了北韓 還有新外援 上千人集會 高舉槍支 喊口號 他們是中東的燕門叛軍胡塞組織 不只參與了以哈衝突 引發紅海危機 現在連俄烏戰爭也有角色 焚燒美國國旗反美陣營路線鮮明 根據金融時報消息 燕門傭兵透露 他們被承諾獲得高薪工作 甚至俄羅斯公民身份 但是抵達俄羅斯後卻被迫加入軍隊 並且立刻派往烏克蘭前線 英國金融時報指出 莫斯科一直千方百計招募移民 與外國公民 彌補慘重的戰場損失 同時避免全面動員 報告顯示 俄羅斯從尼泊爾 索馬利亞 印度 古巴等國招募士兵 德國防長會見西方盟友 討論強化歐洲安全 雖然德國不提供長城飛彈 但是資金支持烏克蘭自己生產武器 而反觀俄羅斯 彈藥支援可能持續擴大 北韓不僅提供K23飛彈 給俄羅斯攻打烏克蘭 美國智庫衛星影像更發現 北韓製造K23飛彈的工廠 正在加蓋廠房跟移動工人宿舍 推測北韓可能正在擴廠 提高K23飛彈的生產速度 好讓大哥普京繼續揮霍彈藥 此時北院秘書長會見 土耳其外交部長商討 俄烏中戰的可能性 英國外長再出舟加碼制裁 幫助俄羅斯規避出口與石油禁運令的影子艦隊 因此被倫敦制裁的船舶來到73艘 影響超過43億美元的石油產品 烏克蘭總統索恩斯基大讚英國的制裁很重要 借機喊話歐盟夥伴也要跟上腳步 TV新聞綜合報導 好 還要來關注的是 以色列跟黎巴嫩是不是可以在本週宣布停火呢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傳出已經接受停火協議 現在就等待內閣的表決 不過就在協議公布前 以軍今天是繼續對貝魯特展開大規模的空襲 而且今天至少還是有20個地點收到疏散撤離令 爆炸聲伴隨橘紅色火光 以色列炮彈再次瞄準貝魯特南郊的建築攻擊 大樓四周濃煙飄散 附近的車輛目睹過程被嚇到猛暗喇叭 就怕遭到波及 過去幾天 以色列和真主黨還是一來一往互後 真主黨周日更毛起來朝以色列 發射大約250枚的火箭彈 以色列儘管攔住大多數的攻擊 但當中還是有落網之魚 正當引力戰火不斷升溫的同時 CNN報導雙方停火協議露出曙光 這份納坦雅胡原則上同意的協議 將送交內閣表決 條件包含真主黨撤到 利塔尼河以北的地區 以及以色列從離南撤軍 這份類似2006年的協議內容 如果通過雙方 渴望先維持60天修兵 但在真正談妥前 連以色列完全不想給真主黨喘息空間 以軍的戰車照常穿梭里巴嫩南部的戰場 這次就連以色列國防軍發言人哈加里都冒險進入里巴嫩 親自介紹他們在民宅中發現的火箭彈發射器 而以軍公開的真主黨彈藥影片中也能看到伊朗在背後撐腰的影子 像這個箱子裡的SPG-9 無後座力炮就印有伊朗軍工生產的標誌 雖然以離渴望停火 但約旦和西岸居民內心不祥預感越來越深 因為川普任命強硬派的前阿肯色州州長赫克比 當駐以色列大使 過往他立場鮮明 不認為有叫做西岸的地方 這點倒是深得以色列囤可軍領導者的心 西岸居民擔心川普上任後 以色列將更肆無忌憚擴大掌控 CNN訪問到的這位西岸居民 只有在最近被強迫撤離 儘管他手中握有家族百年地氣證明 家中也沒有威脅 但以色列都不買單 堅持他家裡的建築沒有登記 逼他限時搬家 受害男子無力反抗 整個村莊就像是被沉默并吞 不過相比之下最慘的還是加薩 周一受惡劣天氣影響 加薩不少沿海的帳篷被大雨強風破壞 居民邊拯救家當邊掉下眼淚 不知道這種破爛帳篷要如何熬過寒冬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大使在聯合國又爆發口水戰 同一時間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也對以色列恨得牙養養 他認為國際刑事法院對納坦雅胡的逮捕令不夠 應該要直接對他判處死刑 別新聞 綜合報導